以往家電在空間之中 功能取向是最重要的導向 設計師在設計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部分都選擇把它隱藏起來 這幾年來一個很重要的居家裝修趨勢 就是家電、家居化 居家空間它是以人為本論 所以我們一定要以人為出發點 去思考這件事情 空間裡面的每一個物件 其實它彼此都有一定的關聯程度 舉例來說像一個家具 甚至像一幅畫作 或甚至業主旅行的紀念品 或甚至像家電 必須考慮到使用者的生活型態和使用行為 它的關係就像拼圖一樣 拼圖一個凸一個凹 它必須要每個卡扣在一起 你要整體思考才能拼湊出一個完美的居家氛圍 設計裝修的趨勢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家電、家居化 以往設計師大部分遇到家電 都會想辦法把它隱藏起來 可是其實家電跟家具一樣 都是我們每天必須使用 以及接觸到的物件 比如說像一把椅子 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選擇 可是家電往往你就必須遷就於它的外型 直到了LG Object出現 特別是像LG Object 我們可以利用它的設計和Pantone合作 在空間之中的裝飾 他們其實提出了設計趨勢的配色 所以更能夠整體的融入空間居家氛的氛圍之中 配色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有層次的 特別是像這幾年比較流行的大幣設計 我們都可以利用它顏色的特性 去跟空間中的物件甚至一幅畫 甚至一道牆產生關係 特別是像LG Object 我們可以利用它的配色風格 去讓整體的配色 既整體感 同時又保留質感 保留客戶的喜好 客廳空間往往是居家空間中 連結其他空間的主要空間 一定會出現像電視機這樣的家電 可是往往它會搭配著一些線材 像機上盒 通常它要跟電視牆以及電視櫃一起整合在一起 往往這個畫面會變得比較凌亂 POSE的電視的出現 它的多元呈現方式 可以讓電視在客廳之中 呈現不一樣的樣貌 一旦當電視牆和電視矮跪這個關係被打破 空間的設計可能性就會變得很多 它的美背設計 可以將相關的設備 一些數據收納盒可以收納在其中 同時它的腳架設計中 其實有個線槽 可以讓整個空間變得乾淨綠落 像我們從戶外回到家裡的時候 特別是像後移情時代 消費者往往回家的時候 會特別重視清潔衣服的殺菌這部分 LG Style的產品出現 其實它就解決了衣服 非一次性的收納以及清潔部分 甚至可以做到殺菌等等的功能 像一些清潔的設備 比如說像掃把 脫把 吸繩器等等的 那因為它是屬於 要在公共空間清潔 所以大部分會把收納像客廳等等的開放空間 收納起來也是比較沒有辦法讓畫面那麼乾淨 直到像LG 蒸汽、濕拖、無線吸塵器的出現 它把拖把、掃把以及吸塵器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因為它的外觀很喜悅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公共空間的任何一個地方 讓每天的清潔工作變得更加順手 像房間空間這一類的私密空間 通常都不個人使用 讓它跟客廳遇到異樣的問題是 實用性外觀的影響 所以往往會讓一個很美好的畫面 被拉回很現實 所以在房間之中 與家電的關係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重視使用者以及外觀的前提之下 它必須要能達到它一個美觀的平衡點 像LG的除濕機 以及整合的風扇 還有清淨機的風格機 這些都是在一個重視環境品質的房間之內 必須呈現的設備 現在的廚房空間 除了料理的功能以外 與家人串聯、互動的可能性 也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它的家電呈現方式 就不如像封閉廚房裡面 這樣不會被看到 敲敲看門中門、冰箱的出現 以及冷凍櫃 它可以很大程度地解決這部分問題 特別是像門片的部分 它的材質及顏色 都可以客製化地去 因應現場的設計風格 來做搭配更換 它可以很大程度 讓中早區或清除區最快空間 變得更有質感 像衛浴空間與家電的關係 其實它並不只是把家電 放到衛浴空間裡面 而應該是說 這個衛浴空間 有沒有機會與其他空間連結 同時產生一些功能性 LG的Watch Tower 它其實可以很精緻地整合在我們的櫥櫃當中 尤其是它有很貼心的設計 它的操縱面板 以往的洗烘液機 面板通常是洗衣機在中段 烘液機在上面 對於一些女性使用者來講 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讓Watch Tower 把它整合在中間的時候 其實使用起來 這個行為就非常方便 通知也符合人機工作 身為一個室內設計師 LG Object條特美學的家電 讓我覺得最獨特的地方在於 它其實保留了很好的功能以外 對於它的外觀的部分 也考慮到了居家的風格 以及裝修的流行的趨勢 有別於一般千篇一律的家電 讓家電這件事情 不再是冷冰冰的一個科技產品 它會讓整個空間更有安定感 更像一個家的感覺 我是工藝設計王正行 跟我使用LG Object條和美學家電 隨心混搭完美生活